莫斯科一日游击毁了美国政客 该口两次也没能挽回印度 拜登政府又被拿捏了 自本月的26号 印度放出了访俄的消息以后 中俄两国反应平平 到时美国那边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 美国副国务卿凯贝尔似乎对印度访俄这件事情 有不小的意见 这个叫库尔特·堪贝尔的人 是个标准的反华政客 24号那天他公开表示 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科学 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 那么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后一句话 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印度留学生学习以后 会想法事法的留在美国给美国效力 但中国留学生则会想法事法的回国 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所以人才短缺的美国政府 当然希望多来一些印度的留学生 不过因为莫迪访俄这件事情 堪贝尔突然改口了 他声称 美国想和印度展开技术合作 但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阻碍了这一合作 他在访印结束后 告诉记者 美国已经告知了印度 哪些领域的合作会因为俄印关系受到影响 很显然对莫迪到莫斯科一日游 美国政府很难做到视而不见 开始化身怨妇满嘴的抱怨 却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结果就在人们推测 美印关系是否会因此出现裂痕的时候 这位美国政客再次改口来了一句 美国对印度充满信心和信任 很显然 堪贝尔虽然对莫迪访俄这件事情不满 但并不想因此破坏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堪贝尔的纠结心态也显示出了美国人的尴尬处境 美国政府想扶持印度 想让印度替代中国在美国供应链中的位置 想让印度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人才 想让印度成为美国干涉亚太局势的抓手 想让印度在中印边境闹事 以遏制中国的发展 但尴尬的是对美国战略意义重大的印度 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差 而美国无力干涉也不敢干涉俄印关系 莫迪也凭借着印度对美国的特殊意义 私物忌惮为所欲为 即便是拜登在这个时候连任竞选的关键时刻 莫迪也敢无视美国政府的态度 跑去莫斯科和普京相谈身怀 那么这样的剧情似曾相识 这不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户政府吗 从巴以冲突爆发到现在 内塔尼亚户对拜登政府的一些劝告和建议 可以说是视而不见 充而不闻 拜登政府提出的停战协议 也是说思就思 美国政府不满 暗中扣写军言 内塔尼亚户更是公开索要 把拜登政府拿捏的死死的 这印度的莫迪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以色列 说到底以色列和印度能够如此拿捏美国 不在于自己有多强 而在于一个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 一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 美国不敢动也不能动 这两国家本来就不是擅长 美国也算是洋虎为坏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绝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